欢迎收看三角帽厨房 吃了那么多甜的料理 今天我们就试一试来个麻辣的 简单又美味的海底捞麻辣香锅 我们埋到的是国际版海底捞麻辣香锅 我们准备了一些蔬菜 茄子 灯笼椒 活博 西兰菜 白黄 先清洗一些蔬菜 之后把萝卜削皮 把灯笼椒和萝卜切成条状 把茄子切成块状 把西兰花切一小朵 把水煮飞 煮飞了之后再把蔬菜煮个半熟 蔬菜煮了半熟之后拿起来备用 把鸡蛋煮了之后把鸡蛋煮放下海底捞麻辣香锅料包 把鸡肉块放下去炒两下炒至半熟 炒至半熟之后把前部酥菜全放进锅里炒至前熟 如果喜欢蘑菇可以放一些提升口感 这样海底烤麻辣香锅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三角猫厨方影片 欢迎订阅点赞去分享 我们即将为大家分享更多简单又容易的料理 拜拜